两年前的阿金到底有多强 答案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 我是阿金 今天闲来无事准备继续吹一波自己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阿金首次登场是在漫画第44话 登场之后一共经历了四场战斗 分别是阿金对战红角哲普 阿金对战巴露 阿金对战山智 阿金对战暴走克里克 由于战斗牵扯到诸多细节 所以拿漫画剧情来说的话才比较有幸福力 首先先拿巴露做一下对比 巴露是克里克海贼团二番队队长 此人身上包裹着厚厚的钢铁盾牌 并且自称自己在战斗的时候从未流过一滴血 在和阿金战斗之前 他还和山智进行了简单的对决 战斗开始后山智立马朝巴露踢了一脚 巴露用钢铁盾牌完美防御 之后被克里克击飞的露飞不小心击中了巴露 最终导致巴露流出了鼻血 之后巴露就莫名其妙起火了 全身燃烧着熊熊火焰的 他对露飞和山智同时发起攻击 露飞因为是橡胶的关系 所以很害怕火焰 他本人立马选择撤退 而后山智一马当先冲了上去 他再次踢中巴露一次 但却没能击碎他的钢铁盾牌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发现 山智貌似并不害怕火焰 之后山智再次对巴露发起攻击 这一次山智一脚踢中了巴露的脸蛋 但巴露并未倒下 之后露飞和克里克之间的战斗再次牵扯到巴露 导致这个倒霉蛋被巨大木刀狠狠砸了一下 但是巴露并没有倒下 可见之后防御力还算可以 另外也能够看出山智的攻击力也比较一般般 之后我们对比一下阿晴是如何解决巴露的 当巴露准备偷袭山智和路飞的时候 阿晴一个顺身移动到巴露面前 仅仅只用了一击 巴露的钢铁盾牌就被粉碎了 他本人吐血倒地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要知道索隆在阿拉巴斯坦天章中彩领悟到了斩铁绝技 阿晴在东海时就做到了这一点 可见阿晴的攻击力比山智强大数倍 之后就是红角蛇谱了 此人是山智的恩人兼父亲 山智的TG也是他传授的 当时在东海的时候蛇谱的实力应该大于山智 但他也被阿晴给秒杀了 虽然没有战斗的具体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蛇谱的夹角被打断了 阿晴则是毫发无损的状态 可见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之后就是阿晴对战山智了 这也是最能体现阿晴实力的战斗 战斗开始后 阿晴表示自己的恩人就该由自己来解决 另外那个戴草帽的也不例外 阿晴当时准备EVR 之后克里克表示自己要亲自解决草帽陆飞 所以阿晴的最终对手变成了山智一个人 阿晴表示山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然后山智则说那就来试试看吧 之后阿晴主动发起了攻击 他用自己的武器敲了一下地板 山智看后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他不明白阿晴这么做究竟是在干什么 之后地板破裂后 山智朝阿晴踢了过去 与此同时阿晴忽然躺平了 他笑着说我还有个外号名叫鬼人 之后山智就被一招给秒了 可见阿晴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起来 他包拢完的心态就把山智给秒杀了 此时此刻阿晴貌似有点下不了手了 他把头转向了一边 回过头后 阿晴转动起来了自己的武器 准备结束山智的生命 山智长叹一口气后一脚踢中了阿晴的腹部 并且还用源头烫伤了阿晴的眼睛 阿晴的攻击最终落空了 这里阿晴忽然笑了起来 可见他确实不想真的干掉山智 山智走开他的致命 已经让他非常开心 但山智以为阿晴真的要对他吓死手 之后他又对着阿晴的下巴踢了一脚 与此同时阿晴回过时候 又对山智来了一击 两人同时倒下 之后克里克海贼端的小喽喽说 那个厨师居然踢中了阿智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 阿智以前根本就没有被人击中过 他在和山智的战斗中确实放水 之后两人同时站起来后 阿晴再次朝山智冲了过来 山智走开后终于发现 阿晴确实是在放水 他询问阿晴是不是在同情他 阿晴没有回应山智的话 故意被山智狠狠踢了一脚 之后阿晴站起来后 他已经开始哭了 因为山智是他有生以来 遇到的第一次对他这么好的人 而且他的手抓饭也太他妈好吃了 他对自己的恩人实在是无法下手 之后克里克海贼端的所有人 都对阿晴表现得很是失望 与此同时克里克发射了毒气弹 之后为了保住自己恩人的性命 阿晴把面罩给了山智 而后自己则身中剧毒 山智看到这一幕后感慨说 阿晴跟错了人 而后路飞则获得了愤怒巴夫 获得愤怒巴夫的路飞与克里克 进行了最终对决 两人从63话开头 一直打到66话结尾 最终路飞掉落到海中 而后克里克失去了自我意识 之后克里克暴走了 面对暴走的克里克 没有人敢上去阻拦 之后出面的人又是阿晴 阿晴一个普通拳头 击中克里克的腹部后 克里克就晕倒了 居然还能够使用出一级必杀的拳头 可见其实力确实深不可测 纵观阿晴出场之后的战斗不难看出 但游刃有余的程度是非常离谱的 方在现在来看的话根本不值一提 但在两年前的东海中 已经算是恐怖如斯的情况了 一招碎铁绝技秒杀钢铁盾牌巴露 苦伤拿下折朴 暴水的情况下秒杀山智 身中剧毒的情况下秒杀暴走克里克 如果把阿晴换成是东海篇章路飞的话 路飞也够能够做到 已经秒杀以上四位人员 可见阿晴当时的实力远远大于路飞 伟田没有安排阿晴成为路飞的敌人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然后山智之后遇到了很多对手 但至今没有一个对手能像阿晴那样 在放水的情况下顽劣山智 另外山智一直到司法岛篇章 才进行了正式升级 升级之前和他战斗过的敌人有两个 分别是俄罗隆海贼团的克罗欧比 以及巴洛克工作室的小峰 现在被山智轻松秒杀 后者则是艰难获胜 参考阿晴放水的情况下都能秒杀山智 可见阿晴放在东海中确实是比较取材了 之后神中去读的阿晴与路飞定下了约定 那就是多年后在伟大航路见面一事 离逼的时候阿晴说自己一直没有目标 他一直隐藏在克里克手下 克里克的野心也就变成了他的野心 看到路飞的表现后 他决定靠自己的医治去做一些事情 一直以来他都拿克里克首领来逃避自我 如今他已经变得无所畏惧了 他准备靠自己的医治来行事 这些话也可以证明 阿晴准备独自闯出一番天地了 他再也不会隐藏在克里克手下逃避自我了 至于他为什么还要救下克里克 当然是因为情义 这样的话 他就算是报答了克里克之前的恩情 之后自己独立门户也算是比较名正言顺了 另外很多人都将阿晴捆绑上了山智 因为他俩的感情最为深厚 但是阿晴真正定下约定的人则是路飞 他与路飞捆绑起来才比较合适一些 现如今和之国平常中山之索隆 都打败了13亿的大海贼 而后路飞也马上就要打败凯多了 但考越后面登场的人就越厉害来看 阿晴登场的时候肯定比他们更为厉害一些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阿晴即使早就凉凉了 他不可能再出现了 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阿晴的生命它显示其依旧活得好好的 另外伟田也不可能把这么大的一个约定器之服用 阿晴离开的时候 他的船尾正对着海上餐厅巴拉蒂 而后一只小船上大约容纳了几百人 船员们都说船马上就要沉了 这里也算是一个伏笔 顺着海上餐厅巴拉蒂一直前行的话 就可以到达可可西亚村附近海域 路飞等人在当天上午击败克里克后 下午就到达了可可西亚村 之后阿龙被击败后 他们就被海军带走了 带走的时候小发逃了出去 之后在可可西亚村附近海域下面有一只面包鲨鱼 面包鲨鱼家里的冰箱里刚好有一颗恶魔果实 而后阿晴的前进轨迹也是这个方向 这艘船可能最终沉入了海底 在海底中阿晴刚好看到了这颗恶魔果实 吃下之后他就活了下来 这样的话恶魔果实的伏笔不仅顺利回收 而且阿晴活下去的谜团也就此解开 可谓是一举两得